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雪 那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下禮拜的這個戰利級活動 這一隻是孫二娘 風燒母夜叉孫二娘 那這邊戰... 那戰利級相關資訊呢這邊就不多做介紹啦 反正你只要達到7萬分你就可以拿到技能等級10啦 那到時候我也會示範蠻多隊伍給大家看的齁 我們直接看到這個技能的部分齁 那他本身是暗屬性的妖精 然後CD6人肉寶子 那兩回合的話 自身攻擊力4倍算是一個跨回合的 而界王拳 他個人還會追打這個火屬性攻擊力一次 那這個追打火屬性也是跨回合的齁 那兩回合內會有這兩個效果 另外這兩回合呢 效果期間只要你有擊斃敵人的話 自身技能是1-1 所以如果你兩回合連續都有擊斃敵人的話 他可以-1再-1齁 所以整體來說算還挺實用的啦 不過如果說要放在妖精隊的話 現在妖精沒什麼強勢的隊長 可能就只有這樣吧 但是我認為啊 這種追打他屬攻擊的卡片呢 基本上都是蠻值得大家去換一張的齁 這一定用的到的啊 何況他這個追打還是有這個 界王拳的威力在齁 四倍的界王拳 而且還是跨回合的 整體來說應該 以後他還是會有出場的機會的 建議大家都可以刷一張 那以上就是關於這張卡的資訊 喜歡影片的話記得訂閱 右下角按個喜歡 那有什麼想法的話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 拜拜